南美明星隊比賽的日期是83年12月23日 雲迪當時精攻的外援 瑞典的角腳 現在見到這位 一射球給守門員羅里基救到 這個瑞典角腳83到84年球櫃 就是看精攻在前線作滾石 另外還有邦迪 另外這位就是伊達 這個球員就是82年世界杯的角腳 腳發純屬 射球達到109英里 這個球進攻過來 給了華拉斯基 再過來愛德華道 看看新格利那球怎樣 很高 新格利是烏拉圭的角腳 沒有這個球去不到 慢慢又撞到後面 重新組織攻勢 精攻這場球 也可以說是全力出擊 這位是烈圖 有一個遠射 這個球剛剛好是彈中柱 彈了出來 這個烈圖的遠射腳頭 都認真不簡單 鏡頭見到這位 3號就是烈圖 剛才射的那個球 看看剛才射的那個球 是中柱 就是彈出機會輸球 精攻這個時候 精攻的攻勢 雙方還打成0比0 巴貝利 巴貝利 哇 這下頭錘就是響過去 當時的巴貝利 是打了精攻的 這下頭錘側押 就放過去了 守護完也是擋出 輪到南美明星隊的一次攻勢 南美明星隊 立即進攻 這個盜掛 如果掛入就美妙了 這個球員也是叫鄧家 不是巴西那個 遲一球 被人偷了 快點解圍 是吹佛 這個是精攻 原來是佛球 精攻 輸了那個佛球 立即擺到人場 抽買 給這個 伊素亞 及時 伊素亞主射這個佛球 也射得很妙 繞過人場 頭是墮下來的 也救得很好 南美明星隊 始終控制著這個戰局 挺好的腳法 其實是鬥拔的 你看這腳法 大腿腳背 一浪浪 這邊跟著猜過來 幸好沒有人 這個球如果有南美明星隊的球員 肯定可以起腳射 看看這些腳法多厲害 伊達 這個左腳王 伊達你看看 大腿一浪 左腳一跳 好了 輪到精攻的一次反駁 雲迪 雲迪在左手邊 出不出到呢 這個球 出到 頭槌一頂 哎呀 又是柱鞭 入網 這個八燕仔 邦迪 邦迪 這個球的姿勢 都幾招職 球迷很高興 因為首先打開紀錄 就是這個精攻 雲迪在左邊的左路全中 邦迪同頭一搖 搞定 柱鞭入網 1比0 精攻首先打開紀錄 看見了 山哥 黃創山當然高興 其實在山哥領導的精攻 替香港的球迷帶來不少好球 好球 看看這個球 黃國安一送送出來 一搭搭定 又是雲迪 雲迪一射 但被守門員羅里基 剛剛擋了出來 沒辦法 這個球 射得很近 看看 黃國安 現在黃國安 仍在效力東方 這個球 但是胸口 抓得好 守門員出得好 說到這個山哥 曾經我記憶所及 譬如馬勒當拿的小寶加 古魯夫的外交家隊 亦都來過香港 由他搞來的 好,這個就是巴貝利 哦,剛剛好 盧門口掛出來 巴貝利 今年仍在效力升賭 我相信當年 現在仍在球場打中 甲祖塑士 都是精攻 只有黃國安 以及剛剛我們看到 整球的巴貝利 其他好像胡國雄 韋霸 都已經全部 退出球壇了 好了 這個球一包包起來 又沒事 又被人包回空位 這個就是萊斯布根 原來有萊斯布根 左岸前進 是借帳來的萊斯布根 射球的就是獵徒 獵徒的遠射腳頭 我們上半場也見過 不過 就不入 現在下半場 這個競射 也是剛剛片尾了 當時還在大球場打這些賽事 大球場都是鎖27000 28000人左右 紅旗高原 現在 萊斯布根頂不回 萊斯布根頂不回 給伊達 看見伊達 左腳 一扯扯過來 哇 這個球漏了 還有 就是辛泰利 給辛泰利 四合 1比1 追成平手 這個球 就是 一賣的時候漏了 列圖想說到掛 打不到 打不到到 還好 掉下來給辛泰利四合 追成1比1 平手 現在已經是下半場 後段的時間 蒸公的一次機會 這個波是怎麼樣 搞定 幫提就是年中兩緣 上半場他頭錘先替蒸公打開記錄 下半場這個後段的時期 他亦憑植一次的特殊 曠王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